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学理财顾问 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非常欢迎您 爱您 您好 黄女士 我想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就是专门来谈一谈有关人数保险里面的一些不同的类型的保险 我想首先能不能请您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 有关指数型万能受险 这个是怎么样来的呢 对 我们在介绍指数型万能受险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美国的受险的种类到底有哪一些 第一个其实是大家非常了解的 也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也是在美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这样一个人寿保险的品种 那就是term life insurance term life insurance非常简单 你付钱你就有保险 然后你不付钱 它就没有这个coverage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消费性的 和你的医疗保险 车子保险 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term life insurance 也就是说定期受险只能管五年 十年 三十年 三十五年 市场上我们基本上看到最长的就是三十五年了 可是如果你是三十岁去买这个保险 到六十五岁这个保单就没有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在这个可以说是几十年前吧 就出现了一个比较传统的终身分红型受险 其实这个理念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保单是保一辈子的 保到一百岁 过去的人希望活到一百岁 所以这个保单是希望保到一百岁的 但是如果这个保费呢 它一直都要交到一百岁 所以这个保费就非常非常的贵 那我们通常来讲呢 三十年因为这段时间 出事情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年轻 可是到七十八十岁的时候 年纪大的时候 对 年纪大的时候就比较 这个风险比较大 所以保险公司呢 实际上就是把一个不断上升的风险的成本呢 改成一个凭准的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让你多交 比如说我们买一个一百万的保险 Term Life Insurance可能只需要付一百块美金一个月 那我们现在呢改成终身分红性受险 让你每个月呢都付三百块钱一个月 所以你多付了两百 这个多付了的两百呢 就让你在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 也不用增加 还是这个三百块钱一个月 所以终身分红性的受险 它的理念就是把你一辈子要付的保费呢 把你拉平 就是让你都是付一样的保费 那前一段时间呢你多付了很多保费 那到某一个点以后呢 一个平衡点一个balance point之后呢 你可能就少付了很多保险费用 所以这个终身分红性的受险 其实它的理念跟Term Life Insurance是一样的 但是终身分红性的受险 为什么叫分红性呢 因为前期你多付了很多钱 那保险公司会拿到这个钱去做投资 投资完了之后赚到的钱 再来分给大家 现在有个问题了 这个终身分红性呢 这种受险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受到美国经济的冲击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特别是八十四年八五年 一直到八九年这一段时间 美国的这个利息啊 非常非常的高 我记得我八八年来美国 那这个到银行去存款的时候 有十一十二左右 那房屋贷款的利息呢 可以到十三左右 所以如果终身分红性的受险 还是只有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的分红 那外面银行的利息 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了 所以客人呢 就觉得不make sense 继续买这个终身分红性的受险 这个时候美国的保险公司呢 就创了一个产品 叫做万能受险 那Universal Life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比较灵活 而且它的利息呢 是跟着市场走的 也就是说 当美国的利息 差不多有十左右的时候 那个年代 八十年代末期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这个万能受险的利息 保险公司也付到十左右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产品就改变了 所以呢 但是到九十年代末 九七九八年的时候 这个亚洲金融风暴 以及美国自己的经济 都有一些冲击的时候 就发现利息呢 不能够再持续付这么高 那后来呢 又出现更多的 就像这个 让客人自己去承担这个风险 那就是著名的 投资连接性的万能受险 让客人的钱直接到市场 那直接进入市场 承受这个市场的风险 整个市场涨了 你的收益就会高一些 整个市场低了 您的这个收益也就低一些 可是呢 在九七年左右的时候 或者九七九八年这一段时间 这个市场的波动太大了 客人就承受不了 风险太大 风险太大 所以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 叫做指数型万能受险 所谓的指数型万能受险呢 就是保险公司 不会直接把利息告诉客人说 你的利息是多少 而是以各个指数呢 作为参照值来付利息给客人 就是没有让客人的钱 直接参与到市场里面去 客人的钱从来没有进入过市场 没有进入股市 但是客人的钱呢 又有希望能够参与到 这个经济的好坏当中去 当经济好 当指数表现很好的时候 利息会高一些 当经济不好 指数表现不好的时候 客人的利息就会少一些 所以指数型万能受险 就是这么产生来的 是是 听到这里 我想可能这个近几年来 其实关于刚才您讲的 这个指数型的万能受险也是非常受很多用户的青睐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 我们可以看得到2017年第四季度 万能受险的成长率是差不多超过20%的 所以它是就是说 就是第四季度跟第三季度去比超过了20% 那这个成长这个速度呢 在整个全美国的经济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 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这样成长 那2017年整个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 在跟2016年去比的时候 又超过了7%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经济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 没有超过3% 那这个产品为什么得天独厚这样发展呢 除了我刚才解释 美国的这个保险业的这样一个历史以外 它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人们对这个consumer 对这个产品的需求已经改变了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需求 所谓的单一的需求 我们在过去认为 我们买一份保险是对家里有一个保障 但是现在我们买一份保险 我们除了保障以外 我们还有别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希望是杠杆比较高 那原来的传统的这个分红性受险呢 它的杠杆比较低 所谓的杠杆就是我付了100万美金进去 我可能这个保障只有200万或者300万 那个赔付的这个数额比较少 可是如果同样是万能受险 或者是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 它的这个赔付可能可以达到5倍 或者是10倍 但是呢万能受险当中又分传统的万能受险 和现在的指数型万能受险 那传统的万能受险呢 它有一个根本的特征 就是利息太低了 那尤其是这几十年 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低的这个低利率的时期 当然现在年纯会马上要涨 今年再涨 明年还会涨 但是在过去 特别是金融风暴之后 2008年到2018年 这10年一直都是低利率的 那保险物是不可能付太高的利息给客人 所以为了这个刺激这个consumer 对这个产品的需求 也为了让客人能够参与到这个经济当中来 或者说这个产品当中来 所以呢指数型万能受险 营运而生 而且呢指数型万能受险 又降低了客人很多的风险 就是没有参与市场 那股市大涨 你也不会得到很多 股市大跌 你也不会得到太多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都会给0%或者1或者2 到目前来看 我没有看到超过2的保证的利息 也就是说bottom line给你保证 但是呢 这个上限 有些公司会用不同的方式 封底或者是参与率给你减少 那么保险物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个保证 是是非常感谢黄女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这种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为您要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殊理财顾问黄海迪女士 黄女士 我们继续来谈刚才您谈到这个指数型的万能受险 其实谈到这个的话 我很好奇 目前这个市场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在购买这个产品呢 好 其实呢 我刚才讲的就是指数型万能受险 它最大的特征 就是它的利息不是由保险公司来说了算 而是根据这个指数的表现作为参照来付利息给客人 那现在呢 各家保险公司到底规定哪几个指数作为参照呢 各家保险公司或者说各种产品都不一样 有些公司呢 就只给你一个标普 就是SP500 只有一个标普 那标普的这个表现呢 作为参照值给的客人 它会保底也会设上线 但还有些公司呢 它会给你三个指数 包括比如说欧股 或者是欧股50 或者是恒生 或者是这个标普 都会让你这个有一些选择 当然在这个选择当中 有些公司呢 是直接告诉你说 他们的选的这个原则 就是looking back 就是过两年 或者过一年 或者过五年来看 哪一个最好 给你75% 最好的那一支 那哪一个不好的 就最不好的 那个就不要了 所以75 25 这是他们的原则 当然还有些公司呢 就是给你三个指数 可是这三个指数呢 你是平均的 这是平均的 每一个指数我们都看 它这个平均 好与不好 我们都要去33.33% 33.33% 都是这样子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指数 为参照最好 你要去看那家公司 它给你的policy 是什么样子的 那到底刚才说到 那如果是这样呢 到底是什么人 在买这个产品 我觉得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是需要对购买的人士的文化 就是这个教育程度 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因为为什么呢 它毕竟涉及到一些风险 这个风险就是说 当这个指数表现不好 或者说像这个2008年这样 都是大跌的时候 那整个股市或者指数都是负数 但是呢我们保险公司又规定说 有一个保底是零 所以许多客人就有个错误的理解说 指数型万能受险是有保底的 在投资方面 它是就是在收益方面 它是有给你一个最底 Bottom line零或者一或者二 可是别忘了 万能受险它的费用 internal的cost 或者说cost of insurance 或者是说这个保险成本 是会随着这个客人的年龄增加 而增加的 所以如果教育程度 没有达到一定程度 我是建议不要做指数型万能受险 因为你很难去懂 它里面这个到底它的怎么样 How it works 搞不清楚 第二点呢 对于这个经济状况 也有一定的要聊 一定的程度 假设你的家庭本来就已经 这个就是巴结已经很紧了 那你做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 你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人受保险 你同时也希望有一些 这个收益回报 所以呢你必须要多投入 很多资金进去 才能够让它写项出来 更好的这样一个表现 要用钱去滚 对要用钱去滚 所以如果你的经济本来就很紧的人呢 那我是觉得比较不适合 比较不适合 所以对那些本来就有多余的资金 可以去做投资的人士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 购买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的最佳年龄 应该是25岁到55岁左右 那很多人说应该是Generation X 也就是说X世代 那这一代的人呢 应该是在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这样一个人 也就是说在Baby Boomer 也就是46年到64年65年出生的这一代 婴儿潮 这人已经老了 他们已经不适合再去承受任何的风险 所以指数型万能受险对他们来说是不适合的 那么最适合的是那种 就是30多岁 25岁到55岁 甚至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是25岁到50岁 这个年龄阶段去购买 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它有这个经济能力 然后也有这个时间 让这个钱现金值去成长 所以这是最适合的年龄阶段 是是 那么谭诺这里我想请教你 那么如何可以设计出一个比较适合的 这样的一个指数型的万能受险呢 设计呢 刚才我讲到 各家保险物是它的产品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有些公司呢 是用的这个单一指数 有些公司呢 是用的多指数 也就是说多个 比如说两个或者三个 甚至有不同的这个strategies 比如说一年两年五年 甚至呢 这个还可以按照按月的这个情况 来参照都可以的 那怎么样去设计 就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来看 有些公司呢 其实现在还是 还有这个指数性万能受险 但是它会加一些保证在里面 虽然是指数性的受险 但是它是保证人受保险的 那就是说呢 不管这个市场的好坏 也不管将来这个费用有多高 那保险公司说 只要你付这么多保费 那你的人寿保险是一定保证的 所以这种我们叫做保证型的 指数型万能受险 那这种保险呢 通常来说保费非常贵 而且现金值的增长呢 就比较缓慢 就是你有得有失 得到的是保证 失掉的是可能的回报或者收益 那如果说你年纪比较轻 同时呢 你也能够承受一定的风险 或者是非稳定因素 那你就可以做得比较aggressive一点 aggressive一点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一定要买这个保证型的 这个指数型受险 你可以买非保证的 那么非保证的呢 那可能这个收益就会好一些 但是风险相对比较大 风险来说相对就比较大 我刚才一再强调 因为当收益为零 收益是零 没错 你的收益不会成负数 可是别忘了 你的人寿保险的成本 是一定要支付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客人跟我说 你们不是说这个收益是零 或者一或者二的保证 那为什么我的保单到一定的时候 会失效呢 是因为你还有一个费用在里面 所以在咨询过程当中 一定要让你的这个专业的人士 跟你解释清楚 你的保单到底是有保证的 还是没有保证的 其实刚才听到这里 我们觉得说这个当中这个种类太多了 到底哪个比较好呢 到底哪个比较好 这也是很难说清楚的 那如果说有些客人 他觉得说我只是希望 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收益 我有这个potential 有这个收益 但是呢 我一定要有保障 我不在乎里面的现金值 将来老了 可以拟多少钱出来 或者返还多少钱出来 那我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传承 就是要有一个家庭的保障 那这个你就是要买保证型的 指数型万能受险 那如果说很多客人呢 他是说 我呢可能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出了房屋 出了其他的 这样一些这个金融产品的配置 那我希望有一份人受保险 但这份人受保险呢 也给我带来一些理财性质 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包括抵税 对 包括抵税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那可能你就需要选择 这个非保证型的指数型万能受险 那特别是这个多指数的 比如说有这个标普 有恒生 也有欧股50 那么这样一些比较多的选择 特别是现在欧洲 对吧 欧洲经济不好 前一段时间 意大利也出现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你只选某一个指数呢 可能你的这个 就是你的命脉 就掌握在那个指数上了 所以这种情形下 我们如果多个指数 你可能会participate到全球 不管是亚洲还是美国还是欧洲 当有一个地方不好的时候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是 是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分析 是 同时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推运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